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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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西安 站在古老的城墙脚下 反呼一响 嗓音一起 一段豪迈奔放的琴枪 自此在城中流淌 今天 同学们将和跟着书本旅行的领队一起 踏着琴枪的曲调 探寻陕西琴枪的秘密 那同学们读了课文以后呀 那你对琴枪有什么疑问没有呀 这个琴枪它是怎么唱的呢 琴枪是秦国的时候就有吗 琴枪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好问题 今天呀 我也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 让我们欢迎一下他们 嗨 刚才呢我在外头偷听来着 听到你们对于琴枪啊 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对不对 对 想不想跟我一块来一个秦乡之旅 想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跟着书本去旅行 出发 对于陕西人来说 吃上一碗羊肉泡馍 听上一段琴枪 就是让他们极为满足的时刻 高亢激昂 粗广洪亮的琴枪 也正如陕西人豪放爽朗的性格一般 那么琴枪这独特的声枪风格 是如何形成的 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你好 李老师 你好 李老师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李翔老师 先欢迎李老师好不好 好 谢谢 我听说呀 咱们的这些小同学们 对我们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琴枪很感兴趣 但是可能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琴枪从哪里来 琴枪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这些问题怎么给大家回答呢 我觉得应该让大家 先来感受一下 什么是琴枪 看 我们今天来到的 这个艺术社剧场 有这么多好看的剧目 我告诉大家 今天咱们要看的这个戏 是游溪湖 我把票给大家都买好了 想不想要啊 想票呢 琴枪经典剧目之一的游溪湖 是由明代剧作家周朝俊 所著的《红梅记》改编而来 剧中通过大量的打斗场面 和各种精彩绝伦的表演技艺 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 演绎得荡气回肠 也将琴枪独特的艺术风格 与表演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么同学们能从中了解到 琴枪的哪些特点与魅力呢 不可能从中了解我们的《几色》 好厉害 抗人在误使用 在误使用 就五个星期间 现在就五个星期间 正在误使用 基本上 正在误使用 大家最喜欢哪个亮点 喷火 喷火 甩头 大家观察还挺细的 这个琴枪不是据说是吼出来的吗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 琴枪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实际上琴枪不是吼出来的 琴枪是唱出来的 只不过可能跟其他剧种比 它更加的粗朗些 它更加的豪迈一些 为什么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也能培植一方的艺术种类 陕西这个地方 山大沟深 这是地理环境 南边是琴岭 北边是黄土高原 人和人离得很远 你要把话说给对方 就只能大嗓门的去说 所以琴枪里面音量是比较大的 这就是琴枪的声枪的两大特点 宽音大嗓直上直下 正如甲平蛙原文中所提到的 这里的地理构造 竟与琴枪的旋律 唯妙唯笑的一通 看了这么精彩的演出 大家想不想上台跟演员 零距离地互动一下呢 想 可以啊 走 我们走吧 走了 琴枪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场面 常常让观众们大呼过瘾 这一朝一世 都是琴枪演员们十年磨一剑的绝火手艺 那么让同学们惊叹的扑火和甩头 都是如何练成的呢 你们好 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刚才老师们演得精不精彩啊 精彩 知不知道再给一次掌声 太棒了 各位同学 你们知不知道琴枪有四个大的行当 是生蛋敬仇 大家好 我叫王航 我今天在这个游戏猴中 里边扮演的是裴瑞卿 我的这个行当属于小声行当 哦 我叫梁绍琴 在生蛋敬仇里边是属于蛋 然后是花山 哦 花山 我叫段泽轩 属于琴枪的花脸 也叫劲角 劲 劲 我叫韩朝阳 我扮演的是丑角 我觉得孩子们现在心里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 所以现在给大家提问时间好不好 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喷火那一段了 但我很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喷的呢 这个火呢它是用的宣纸 它里边包的是松香粉 然后把它包成一个鸡蛋形 放在嘴巴里边 然后用气息 用嘴形的控制 吹出各种不同的火 我们在底下如果练这个火的话 一般要吹到一百多口 才能保证在台上的一十多口的质量 对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没错 谁还有问题 好 你说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大哥哥 就是刚才为什么要甩头甩头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种戏曲借用这个道具 来表现人物的心情 就是体现人物惊慌啊 逃跑啊 下了头发就炸了 这个功夫在咱们琴枪里面 叫甩发 也叫烧子 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称呼 叫烧子 是哪个烧啊 烧的烧 你想想 风吹过来 树烧是在抖的 很形象 大家刚才都已经看到了 生蛋进球这四个行当 比如说 生 生 其实一点都不生 他唱的戏 是大家最熟悉的戏 但 老话讲的叫 一窝蛋吃饱饭 一个剧团一个班舍 想要有观众来看 他就要有好的蛋卷 有拿得出手的蛋卷 花脸 琴枪的花脸 和中国其他剧种都不一样 琴枪的花脸的发音 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很难用咱们声乐上讲的 科学发声法去总结 它完全不一样 丑呢 这是琴枪可能是 最早产生的一个行当 大家不要小看了一个丑觉 可能在每一个戏里 它只出现四五分钟 但是呢 黎元航有一句老话叫 无丑不成戏 每一个戏里头 都会弄上一个丑觉 增加一些色彩 提升一下大家的这种欢愉 大家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各个行当 看到了演员们这么美 唱得这么好 但是你们知道 后面是用什么乐器在伴奏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猜不出来吗 刚才听的时候 有没有猜出来一两个 快把二十五分钟 快把二十五分钟 我们能不能去后台看一看 对对对 我们不如带大家去看一看 后台的乐队到底是什么乐器 好 人们常说 舞曲不成戏 音乐与琴枪中的剧本 表演 美术完美结合 架构起了完整的琴枪艺术 那么 陕西琴枪音乐 是由哪些乐器伴奏的呢 文武场面又有何不同呢 感受到这种氛围了 我们刚才说 我们要看的是乐队 其实在琴枪里面 我们经常把乐队叫做场面 这就是舞场面 对 琴枪就是邦子枪的代表 也是邦子枪的鼻祖 同学们找一找邦子在哪里 邦子 邦子在哪里 答案揭晓 藏着呢 就这个 早梦邦子 嗯 就是我们邦子枪 得名的由来 专业的敲 应该是怎么个敲法 是给我们示范一下 哦 这个声音才对 我感觉敲出调子来了 嗯 它是有声调的 哦 是有声调的 哦 是有声调的 那么一个乐队的指挥是谁 就是鼓师 他是控制整个演出的节奏 嗯 他如果想让戏快一点 他就敲快一点 他想让戏慢一点 他就敲慢一点 再看他身边两面 看起来非常像 大小也很像 是吧 但是有薄厚的区别 薄的这个叫肝骨 厚的这个叫爆骨 爆骨 哦 这是爆骨 哇 很清脆 嗯 但是声音很大 比我想象的声音要大得多 嗯 现在是肝骨 我们听听 不同于五场面 文场面主要以弦乐器 私逐乐器为主 在今天 甚至还加入了大提琴 这样的西洋乐器 中西结合的演奏方式 也正印证了琴腔 海纳百川的特点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同学们 在聆听过琴腔的粗广豪迈之后 将与黎祥老师一起 来到大明宫里的黎园 戏曲行业就是因为这里 被人们称为黎园行 在这里 同学们又会探寻到 琴腔的哪些故事呢 两边有很多梨树 这个地方啊 以前就叫做黎园 哦 黎园 就是当年这个皇帝听戏唱戏的地方 对吗 唐玄宗 唐明皇李隆基啊 他非常热爱文艺 所以呢他选了三百个年轻的 咱们叫后生 把他们放在这里呢 亲自给他们教唱歌 跳舞还有摆戏 后世呢也就把戏曲这个行业 叫做黎园行 把这些唱戏的这些演员呀 叫做黎园弟子 那这个黎园皇家之地啊 他跟咱们秦腔有什么关系呢 唐代出现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让大唐帝国乱七八糟 所以呢像当时在黎园里面 比较著名的像李归年呀 这些乐手就带着乐器流落到民间 在民间就进行各种表演 到后来秦腔明代形成的这个时期呢 就大胆地使用了当年传来的乐器 同时呢结合我们寻常老百姓的 这种悲欢离合 这种生死的呐喊 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的秦腔 所以啊我们的秦腔其实不是宫廷音乐 它是来源于民间的 秦腔开启了市民文艺的一个新篇章 就是老百姓最喜欢的 老百姓最爱的 但是里面又有这种传统的宫廷的乐器 所以它真的是丰富多彩 听起来非常过瘾 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到这儿是有原因的 我怎么隐约听着有人在吊嗓子呢 这是今天给各位同学安排的一个小惊喜 啊 还有惊喜啊 我们今天专门请了 著名的秦腔小声演员 来给大家交唱秦腔 哇 走 咱们学起来 好 走 啊 走 日落老陆 封涝 又套藏 哈哈 街路老陆 我想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我身边的这位啊 是西安琴枪剧院的 著名小生演员李群老师 同学们好 让他们练的是哪一段 我练的是在琴枪的代表作 3D写 著名的有一段唱腔是 走机陕西寒城县 就是唱所有说 会唱琴枪 会懂琴枪的人 都会知道这段唱腔 是吗 特别的著名 琴枪三滴写 取材于《月威草堂》笔记 是由琴枪剧作家范子东编剧 被琴枪来自戏曲爱好者 视为经典中的经典 我觉得咱们大家可以一块学一下 好吗 学前两句吧 前两句 祖籍陕西寒长县 跟我学一下好不好 学一下 嗯 祖籍陕西寒长县 来 祖籍陕西寒长县 祖籍陕西寒长县 来 祖籍陕西寒长县 好小胜 好小胜 对 咱们连着唱腔带着动作 跟着李萱老师来一遍好不好 好 可以吗 咱们要把动作和声音都做出来 好吗 好 来 来 咱们散开一点 唱起来吧 走进山西寒长县 好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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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人为什么爱吃面食 为什么陕西八大怪中有近一半都跟食物有关 跟着书本去旅行 一起寻觅甲屏蛙文章中的三行味道 今天同学们通过与李翔老师的这段琴枪之旅 更深刻的了解了琴枪这门独特的戏剧艺术 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与历史渊源 一声琴枪唱出的是八百里行川的气势豪迈 更是陕西人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正如甲屏蛙原文中所提到的 或问历史 文物最正经者 是非最凶凶者 曰 琴枪也